好了进入第一个镜头 这边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开局 蓝bub棘手 打完bub之后呢 你就要迅速观察一下对手线上英雄的出门装了 首先可以看到对方剑胜 出门装是一多蓝一红一蓝 上路攀森一步甲三红两蓝 首先你可以确定 对方上路中路是没有眼的 下路辅助身上的装备你也需要注意一下 看看是否有帮助其他路插眼 对方索拉卡身上一针眼三甲眼 红药蓝药 那么可以确定索拉卡也是没有帮助其他路补眼 之后你就要看一下了 线上的兵线 上路兵线比较靠前 而中路兵线更好 所以说我选择gank到中路 而剑胜这种英雄 前期没有什么逃生能力和输出能力 所以说尽早gank中路 等待剑胜什么时候用完自己的Q技能 位置非常差的情况下 能够让你挂到点速 那么这个时候选择gank的剑胜 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拿到中路移血之后 由于状态非常好 并且有双buff 所以说我选择去上路进行一波gank 上路攀僧肯定是没有演的 但是兵线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这一波我选择缓蹲 或者说等待对手攀僧走位的失误 配合上女刀将其击杀 那么从这两个镜头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前期观察对手出门装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说我当时选择去了下路 那么下路四个眼睛 根本不可能给我任何的机会gank 反而是浪费了我自己发育的时间 第二点 分析双方英雄的心理 双方的状态 选择gank路线 取个例子 比如说对方中路状态并不好 我方队友状态优势于对手 对手这个时候可能会打得非常猥琐 但是他又不想漏经验 那么你可以选择进行反蹲 等待对方打野过来进行